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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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出去听 那么神秘 长发妹大概知道这人应该就是情妇吧 过没几天 长发妹又去找张震了 她把牢房布置得像冲天一样 她在张震面前跳舞 御长看到了 开始跟着跳 长发妹讲述以前小时候的点点滴滴给张震听 张震要去吻长发妹啊 御长按铃声 轰 时间又到了 长发妹给了一件信封给张震 张震打开来看原来是长发妹儿时的照片 小明妒忌了 晚上睡觉时就把那个照片拿走 张震发现照片不见了 很紧张 到处找都没有啊 她很纳闷 小明才不管嘞 隔没几天 长发妹又要去见张震 老公问 你打扮得那么的妖艳 要去哪里啊 长发妹没有理她 这次长发妹把煎熬布置得像夏天的感觉 她又跳起舞来了 她说以前在墾丁海边玩耍 是我最快乐的时光 张震没打喊了 她扑过去吻长发妹 他们吻得很激烈 看管员把他们给分开 够了 是时候回去了 长发妹又给了一封信给张震 原来是她在海边的照片 老公很生气 你最近都不做家务 女儿又不理 你到底想什么啊 长发妹没理她 晚上时小明又去偷张震的照片 这次她居然把照片吞掉 张震尝试要挖出来 可惜太迟了 其他囚犯出手阻止张震 几天后长发妹又去探望张震 不同的是老公居然在后面跟着她 老公要求进去监狱长 这次长发妹布置秋天景象 张震不大喊了 她去和长发妹拥吻 老公来到狱长的房间看到了 她想不到长发妹 居然会来监狼和死囚搞外遇 真的傻眼 看管员把他们放开 够了 够了 回去了 长发妹还没有给她照片啊 她接长发妹回去 她说以后别这样子 我会和我的情妇停止来往 张震很想念长发妹 她要撞墙自杀 小明叫她别那么傻 这样做她会心疼啊 几天后情妇上门找老公 老公说不是说了不再见面吗 你还上来干嘛 快走 长发妹看到后 心里很不舒服 长发妹又想去找张震 老公去阻止她 别再拒她了 她真的情妇停止来往了 长发妹不听 老公说你去的话 我就和女儿同归于尽 长发妹停下来 她舍不得女儿啊 长发妹很久没来找她了 张震突然抢了画家的尖锐物体 来捅自己 又搞自杀 小明大喊 救命 长发妹听到新闻报道 张震自杀 老公想要关掉 长发妹丢了一个杯子过去抱老公的头 张震出院 但是整个人就是无精打采的 长发妹又要出去了 老公知道她要去见张震 没办法 老公只好载她去 干你呢 居然有男人送老婆去 绿自己的世界 真的无奇不由啊 看管员说 有人来看你了张震 张震很兴奋 整个人精神了 老公在外面和女儿堆雪人 一进牢房 不用多说 长发妹和张震 搞起来 狱长一直在观看 完事后 她们还要再来第二泡可惜 看管员强行的拉长发妹离开 长发妹出来后 就和老公女儿一起玩丢雪 丢来丢去 老公被拟了 还那么开心 我真的不明白啊 小明的多季换成愤怒 晚上睡觉时 他就把张震勒死 得不到你 就杀死你 故事就这样结束了 抽多一点时间陪家人吧 什么事都好 沟通和关怀 还是最重要的 这样 拟光 才不会出现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此为止 下次再见 拜拜